蹦 留学同学要的书到了 你慢点啊 别把书划破了 这次买的是20本 长青藤国际大奖 儿童文学作品 好多啊 20本 239 好贵啊 太贵了 那退掉吧 小退车大作战 我和外公的战争 21只气球 芒果猫 小河马大冒险 瞻里的梦想 戴希之歌 一只猫的使命 12岁的驴 小哥爷男孩 小哥爷男孩 想鹰的男孩 习程去埃及 教堂里的老鼠 老鼠大冒险 教堂老鼠的大冒险 名叫彼得的狼 然後奇狼女孩 今天就去图书馆 神奇的日落山 神秘 神秘的日落山 铁巨人Jessica的借口也姑娘 我新丑的名字叫Jessica 女小爷刚才把我和外公的战争看完了 讲讲都看的啥呀 一个小男孩叫彼得 他呢生活在自己的小屋子里 他特别想自己的小屋子 可是他的外公呢 就是外婆去世了 就搬过来 因为他外公脚不好 所以呢他不能住三楼的客房 就把彼得的那个小房间让给了外公 他自己住三楼的小客房 三楼的小客房阴森啊 他自己觉得很孤独 然后那个浴室也有点破酒 然后他就觉得不甘心 他就想把他的卧室给他抢回来 就向他的外公宣战 然后他们就发生了战争 战争过后呢 那个外公 那个外公输了 外公他想去那个 那个彼得爸爸的地下室 把他改造成一个新的公寓 外公把房间还给他了 那这本书说明啥呢 说明彼得不正老 哎呦 为什么要跟他外公抢房间呢 那事实上不是应该 要谦让老人家吗 对啊 但是彼得了的时候 就是觉得不甘心 自己的东西 为什么要让给他呢 那通过跟他外公 抢房间这个故事 他知道了战争 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还有一种那个 那个就是解决方法 就是就是那个 那个在一起 那个 商量 对对对 找出一个都好的方法是吧 我要吃饭 你想吃啥我跟你说 你都看了一本精神食量了 不用吃吧 我要吃 吃牛肉火锅好吧 嗯 女小姨 中午一个人吃了两盒牛肉 晚上接着吃 全部倒进去啊 这个是番茄锅底 吃完把眼睛用下来 休息一会儿眼睛 再给你下点面在里面好吧 嗯 给喝个奶 咋没有中午吃的开心呢 是 啊 啊 哈哈 喜欢吃过两天再给你买 不能天天吃知道吧 看书跟汁肉哪个好 嗯 哈哈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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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出来活动活动 顺便买面包 吃完小牛 拿四个牛奶棒 拿一个拿破仁 再拿一个菠萝蛋糕 好 等于回来帮帮外 看你还有三块两包啊 好 谢谢 这个菠萝蛋糕好吃吗 啊 我对这个菠萝蛋糕比较感兴趣 尝尝 尝尝 尝一点 以前好像没有啊是吧 嗯 对 刚出的新品 就是里面 加了菠萝 还有什么菠萝蛋糕 一般般吧 好甜啊 是吧 好吃啊 里面有蜂蜜 我现在特别喜欢蜂蜜 特别喜欢蜂蜜 尝一下蜂蜜 尝一下蜂蜜 就外面这个花生碎好吃 这个不叫花生 这个外面的这个吃啥 很干碎 这个碎好吃 为什么是吃的好吃一些 因为吃的少啊 就让你尝个味 有 吃东西不用大口大口 吃这样面包起来很累 很不好吃 所以说就是吃的少 小口小口 吃会不出一样的屁 嗯嗯嗯 好 所以你要这样 都流出来了 醉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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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肥路上的半角石 牛小爱 血泡 变成